首先我们准备一些新鲜的蒜苔 然后呢把蒜苔上面这个蒜苔帽 我们要给它摘掉 然后呢还要蒜苔这个尾部 摘完以后全部扔掉即可 在全部折好以后 我们把蒜苔给它切成段 蒜苔的大小段呢 没有特别的要求 随便切就可以了 切好这些蒜苔蛋呢 放到盆子里面给它清洗一下 加入清水 把蒜苔我们好好的清洗一下 蒜苔抓洗干净以后捞出来 放到菜板上 把蒜苔蛋 放在菜板上 然后用手把它们铺开 把我们的蒜苔上面的水分 咱们先给它控干 几乎半个小时量制 咱们蒜苔上的水分呢 已经全部没有了 然后把蒜苔放到一个碗中 加入几片的生姜 加入几片的生姜 一颗八角 一颗干辣椒 加入一小勺的食盐 加入陈醋 一样呢大约就是两大勺 再加入少许的生抽酱油 再来一勺的白糖 然后用筷子把它们均匀的搅拌在一起 搅拌好以后我们放上保鲜膜 把它们放到冰箱里边 腌制24小时就可以吃了 今天祖传腌蒜苔的这个方法 就分享给大家了 超级的简单 这样腌出来的蒜苔呢 非常的脆爽 而且又入味 做法还超级的简单 您不管是拌饭配馒头 还是配粥 特别的下饭 趁蒜苔这个季节 特别便宜 也非常新鲜 大家赶紧冬起手来 大家腌蒜苔吃吧 今天腌蒜苔的组成方法 就分享给大家了 如果你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麻烦在这里用您发的小手 在这里帮忙点段转发 让更多的人 能看见这个腌蒜苔的方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